哈喽 胖婷现在又来到了人民医院 我这次是来干嘛呢 就是又来补牙 然后现在是医生他们的休息时间 两点钟上班 我现在才一点多吧 可能还要等一个小时 然后现在去核酸检测 最近真的是跟牙杠上了 看吧 这里没有上班 然后我先去拿到检测了 然后现在还找 我现在去到里面去坐一下吧 外面实在是太冷了 看我现在穿的厚的 我们看到有好多人在那里排队了 我磨磨叽叽的来了 好冷啊 外面 现在在等待中 要去三楼 我在一楼撒闪了 等了半个小时 然后现在跑到三楼去 我现在没有补门牙 不知道是里面的牙齿 这边这一颗 然后是白色的 颜色有点好奇怪 然后这个是架颗 我现在补了一颗牙 本来我想是补门牙的 但是那个医生说是 因为我这个是门牙嘛 然后可能补了会出现 什么牙神经坏死啊 到时候就可能严重点 会做根管治疗什么的 然后我现在就很害怕 因为他说一次只能补一边 其实我觉得应该可以两边的 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要分开两次 每弄一次就要做一次核酸 你说到底有多麻烦这个 大家帮忙出出主意 要不要补门牙 讲实话 那个医生人蛮好的 我在那跟他说 那个补牙不是有 二三五百的那个 不同的价格吗 他说那些都是私立诊所 那些就是搞嚎头的 他说 就是我现在这个医院 都是统一的价格 也就是我刚刚说的三百多块钱 大家牙齿坏了要尽快来补 因为他这个生鱼的话 到后面如果里面坏死了的话 就特别痛的话 就可能要根管治疗 如果根管治疗就只有这个了的话 就可能要种植牙了 可能大家也知道 种植牙是相当的贵 一颗至少要一两万 都不尝试 所以我现在特别纠结 大家帮我出出主意 要不要补这个梅牙 要不要担这个风险 其实我现在 梅牙也没有疼痛的感觉